记者500宣台北报道,台湾大学校长林选案风波不断,其中财金系教授管中敏被控林选过程中涉嫌违反背信、伪造文书等罪,另传出台大林选委员也以证人身份被检方约谈,教育部次长姚立德证实,数周前曾被约谈,以和教育部人士处长共同前往,向检察官说明林选相关细节。 姚立德表示,几个星期前确实有接到检察官电话,对方直接问有无时间,希望医证人身份约谈,了解这次台大林选案细节,检方并希望人士处长陈坤原同行,最后他便和陈一起到检察官指定地点,据实说明这次整个林选的相关细节。 另有媒体怀疑,北检致电林尾,有白色恐怖之嫌,北检今日也发声明稿澄清,指出市馆中面遭检举设有背信、伪造文书等罪嫌,为求慎重,并保护证人等,透过电话跟部分证人联系,并未有异议,也判外界误干扰司法调查。